嗨,大家好 我是林威信心理师 我从事校园心理辅导工作 超过十年的经验里 看见许多的家长、老师 想要亲近他的孩子、学生 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见面就吵架 想要导正他们 因为抓不到药领 场面就变得很僵、很尴尬 双方都感到很挫败 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觉得许多遗憾 其实不用走到这一步 而当我和孩子一对一谈话之后 我发现孩子内心真正所想的 所在意的 和大人以为的 往往会有不小的落差 而这也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初衷 我会在书里分析 儿童青少年 常见的教养议题 和学校的问题 背后的心理和需求是什么 像是爱耍赖啊 爱在网路上呛人啊 讲话三言三语啊 在课堂上暴走 或是坐视三分钟热度等等 有的父母会很惊讶 怎么某一天 孩子都突然不听自己的话了 会顶嘴了 会瞒着自己做坏事了 事实上这些都有机可循 孩子不适一期之间变坏 而是他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大人没有察觉 所以我在书中 会很想传达教养最大的本钱 是来自于信任 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 开始和大人有不一样的想法 这是漫向独立很自然的事 假如大人可以用关心 或者是尊重的态度 来取代控制 孩子就会一点一滴开始信任我们 当孩子信任我们 他就不会恐惧我们会控制他 而开始玩一些养奉阴违的游戏 这些我在书中都会有示范的做法 像是如何保有原则和界限 如何和孩子商量 如何赢回青少年的尊重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 让大人和青少年之间的沟通 可以更加顺畅 更理解彼此 青少年的内心里 其实希望大人能够陪伴他们 做他们的榜样 愿我们都有机会 成为他内心中的那一个人